见过黎永生刷周六零的吗 这支队伍的队长就是传奇玩家黎永生 这也是他最高等级的一个号 149级的大堂官府 没有临时服伤害正好272 名字长安城也对应着他的个性 此号是黎永生所有账号中的主力 并且也是他的游戏币主要来源之一 除去刷日常任务外 最多的就是打宝图 另外这支队伍尤为奇葩 等级参差不齐 从输出就能看出 这才是真正的平民队伍 至少三个回合才能结束一场战斗 不得不说见惯极致效率的我们 看到这种刷怪速度着实有点揪心 下面这支队伍就形成强烈的反差 来自顶级竞速的代表之一黄阿泽 并且他的孤伤队伍只需要四个角色出手 再搭配权力宝宝就能瞬间结束 堪称降妖附魔极致效率的代表 而小胜君的这组五开也毫不示弱 同样为顾伤搭配属先锋 不到15秒就结束一场战斗 根本不给怪物出手的机会 但无论怎么说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游戏玩法 人生也是如此 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